食皮扒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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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皮扒膏對於陰虛 狗咳的情況比較有效 但如果它本身是一個 身體感冒的咳嗽 比較短期 效果就差一點 甚至會加重 但如果它已經咳嗽了 持續幾個星期以上 亦都變化做一個 我們中醫所說的陰虛咳嗽的話 食皮扒膏就會有效 薑本身有溫肺自咳的功效 所以它對風寒或痰濕咳嗽 效果比較顯著 但如果針對風熱和風噪的感冒 就不太適合 甚至會加重咳嗽 簡單來說 我們可以先分為風寒和風熱 兩種感冒 我們可以分為咳嗽聲 和痰的表現 還有全新的症狀 原來風寒的咳嗽咳嗽 痰身較稀 呈白色 食薑幫助止咳嗽 至於風熱的咳嗽聲較大 痰身較黏和黃 不適合食薑 而且喉嚨的感覺 和對冷熱的反應 亦都不同 今天教大家兩個方法 去舒緩咳嗽 第一個就是按我們 上背部的定喘穴 定喘穴對我們的風寒咳嗽 都很有幫助 另外也可以拆熱我們 上背部和頸部 去舒緩氣管 中文字幕提供